歡迎收看大冰宏聊社會 我是蔡炳宏 在嘉義的一所國中 居然發生了女學生遭人下毒的事情 而這個兇手竟然就是自己的同學 而這個被害人被下毒之後 陸續出現了頭暈、嘔吐等等的不良反應 甚至在短時間內爆瘦了8公斤 而最後這個事情是有人終於看不下去了 他把這件事情告訴了這個被害人還有老師 才讓整起事件曝光 而這也讓他的家屬氣炸了 就說一定要來提告他們 三隻真狂的那個風沙水 叫到我水爐裡面給我女兒喝 他還上網Google 這個會死人的 他還給我的小孩喝 因為是會讓人家死掉的 是危及到生命 這比霸凌更恐怖啦 那麼大家就好奇啦 你們不是只是國中生嗎 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非得必要狠心的毒害自己的學生呢 而現在這個原因也已經曝光了 竟然只是因為這個被害人 不小心把他的鉛筆盒可以給弄掉了 就只是因為這樣的小事 就要毒害自己的同學 令人難以置信 而之後呢 這個下毒的同學呢 他也另外找了三個同學來商討 甚至還創了一個群組 來討論這個下毒的過程 而整起事件是怎麼爆發的呢 原來是其中一個同學 他後來也遭到排擠 被踢出了這個賴的群組 他在把這整件事情 告訴了被害人還有老師 才讓整起事件給曝光 那整個群組的內容 現在也曝光囉 讓我看完之後 真的是毛骨悚然 這真的是國中生會想出來的事情嗎 馬上來看他們到底都說了些什麼 群組對話更誇張 卸著我知道這真的犯法 但我就是想 吃一個月他一定會出問題 除非他本來就是吃彭沙長大的 他才喝下三公克準備死 但他們只是國中生 怎麼會知道這種宛如偵探片中 才會出現的下毒手法 原來他們就是特地上網去學的 他們先去藥局買針筒還有彭沙之後 下水稀釋 之後再下毒到他的女同學的水壺裡面 之後派著被害人暴瘦8公斤 而且精神狀況也出現不激的現象 直到在去年12月 他的媽媽終於被學校通知了 說自己的小孩好像被人家下毒了 才發現說原來自己的女兒 在學校竟然被如此的對待 還差一點上命 我想不管是任何一個人 或是為人父母 肯定都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情 所以被害人的家屬 也馬上向警方來報警 之後警方也依殺人未遂的罪嫌 移送這四名少年到少年法庭 但被害人的母親他就像平面爆料了 他說法官竟然只想要要求 三萬元來做和解 讓這母親難以接受 難道自己的小孩只值三萬塊錢嗎 事後參與下毒案的三個同學 都已經被校方記大過處理了 而這個祖賢則是已經轉學了 不過這個祖賢轉學之後 竟然還到處的放話喔 他就說反正人又沒有死 自己也不可能會被判刑 那麼這句話傳到家長耳底 一定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現在家屬也說 現在只希望法律能夠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 這個膨砂到底是什麼樣一個東西 原來這個膨砂具有抑制細菌的細質 普遍被用來當作清潔劑 化妝品或者是殺蟲劑的素材 用途非常廣泛 甚至也是各種藥品的成分 另外也有些不肖業者 會在食品內添加膨砂 因為膨砂可以讓食物變得脆 或者是非常有韌性 但其實膨砂如果人體吃下去 會產生膨酸是對人體有害的 雖然本身毒性不強 但誤食的話會造成腸胃不適 甚至大量食用會引起 代謝性的酸中毒 導致器官衰竭 嚴重的話甚至得洗腎 甚至是休克或者死亡 世界各國都已經禁止 添加在食品內 像魚丸 貢丸 這個會添加 這個東西對我們人體 是有一點傷害的 但這個人就會變得比較銷售 因為他沒有辦法 經由小腸來吸收營養 所以後來政府也把它禁用 那麼幸好被害人在被下毒後 三個月內 終於整起事情是曝光了 否則的話再繼續拖下去 這個後果恐怕是不堪設想 不過我想對於被害人來說 最可怕的並不是下毒這件事情 而是自己被自己的同班同學 如此的霸凌 這個陰影恐怕是一輩子都回之不去的 那麼我是蔡秉紅 我們下次見 在一起 我們下次再見 有請 我們下次見